世界迈动澳洲视角 欢迎收看AMC澳洲留学网路电台 您的第一首Visa新闻平台 Hello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我是Kao 您对澳洲留学移民投资有兴趣吗 欢迎您订阅我们频道 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当然要订阅欧培局的频道 好 那我们还是请Jerry跟大家问个好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Jerry OK OK 今天的时间 我们回到礼拜三都可以找Jerry来 我觉得太好 他每次踏进来 我们都还要准备个红地毯在楼下 然后带我们的这个摄影棚来 真是 没有 太夸张了 没有 根本没有 我很开心能够到Kao这边的摄影棚来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些 有关澳洲房地产的一些事情 OK 你今天 因为最近澳洲的这个国境开放 很多人慢慢一个一个进去 然后看 那澳洲这么大 看来看去 发现刚刚Jerry跟我说 我们介绍 虽然介绍很多的区 但是他发现 这些视频的点阅率不高 你看看大家是不是要帮他点阅一下 他今天来要讲什么话题 就是说 那到底什么区 要怎么看他到底好不好 因为其实 房子和这种东西和地区 是一个蛮主观的东西 是 有些人觉得好 有些人觉得不好 对不对 像有些人觉得这个河流应该要这样子流 风要这样子吹 有些人就觉得不太一样 要靠山靠水 等等的不同的东西 对 你来聊聊吧 到底怎么选会比较好呢 因为就像你刚刚所说的 就是什么区好不好 这很主观 可是客人常常都会问到 说Jerry你觉得这个区怎么样 这个区好不好 那你不能一直重复 回答这种问题 这个太主观了 那不如我可以分享一下 还是你都说都很好啊 也不是啦 我可以就是我会跟观众 或者是客户们分享 就我怎么看这个区好不好 其实只有很重点的几个点 但是我觉得你除了你自己可以去判断说 这个区到底对你适不适合 或者是你有两三个区在比较的时候 你可以去比较个数优数略 我自己的个人 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的判断方法 这样子 首先第一个如果是自住房的话 如果是我的话 我自己会去看学区 自住房你要看学区 对 但是学区到处都是学区啊 所以学区与其说是学区 但是我从学区衍生而来 实际上是居民的数值啦 因为好的学区 不管是公立的 公立不用讲 就是可能家长 可能这个区的家长很注重教育嘛 那除了公立学区以外 市立学区多的地方 这个区也不会太差 因为从这些学区衍生而来 是这些居民的数值 有一定的水准 比如说我们可以知道 可能比较不好的区 他肯定学区不会好 所以我们尽量往学区去移动 学校不会好啦 那不是学区不会好 对啦 跟私知是没关系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 是因为物以类居 家长居民有注重孩子的教育 这个学区自然就好 那整个数值提高的话 这个区的价值就不会太差 所以这是我第一个 我自己个人我会这样判断 那第二个 其实我也很熟悉的从房中价去看 因为像刚刚提到的是有关人嘛 现在是钱 房地产要保值 其实人跟钱一定要 往这个地方去移动 那刚刚那个地方是属于人 人的数值 那第二个我会很熟悉的 从房中价去看 一个好的区啊 我觉得就现在房中价来讲 一定都要破百万 你没有破百万那个区 不太会好 因为这个是客观市场决定的 钱都往这个地方去移动的话 这里的土地价值 这里的房中价 就是一定会上去 那如果你真的 你有两三个区在比较 你就先很熟悉的看 哪一个房中价比较高 对 所以这是我自己判断 自助法 我会这么看 可是有些地方 它不一定附近有什么学校 我举一例 比如说Go Coast 海边那还是很贵啊 那这样子到底好还是不好呢 所以就是这两个方式 第一个你可以先从人的角度去看 第二个从钱的角度去看 你就从房中价去看 因为如果一样Go Coast 两三个区 一定还是有哪个比较贵 哪个都可以 是 所以如果是自助房的话 就看你的预算 然后我自己是会 从这两个重点去挑 OK 那你会选公寓 还是选房子 你预算有到那边 你当然是能够带土地 是最好啊 但是你这个问题 应该也会 你如果是只要跨出市区的话 那一定就只有House可以选 是啊 不过现在 像雪梨木屋本 早期是因为贵了嘛 所以Townhouse也是蛮多的 那我也不是说 昆州的Townhouse不好 昆州的Townhouse 目前我认为 它是真的是卡在中间的一个产品 怎么说 因为如果可以的话 你当然就选昆州的话 你选有带土地的房子 那不然就是选公寓投资房 Townhouse它刚好是卡在中间 有点不上不下 那目前我们觉得卖的比较好 就是有学区或者是好区的Townhouse 那个才会卖的好 那有一些比较 然后偏一点的区 不是说它不好 就是它偏一点 其实像那边的Townhouse 我都不会特别去推荐给客户 就是如果你有两三个Townhouse在选的话 我一样都还是往 刚第一个学区好的地方 第二个比较好区的地方去推 那如果再往下聊下去的话 比如说我看准了这一个区了 那房价大概都是差不多的情况下 在接下来再去选择的话 应该往下挪下去的话 你会怎么建议呢 OK 像刚刚是投资房 那如果 比如说好几间都是六十几万 或两好几间都是一百多万 然后我已经看准 反正我准备要花这个钱了 也是在那个区的 好那接下来还有什么东西需要 像刚刚就是我用自助的角度去看 那如果再继续往下的话 如果投资房的话 你已经开始有一些额外的想法的话 我觉得就是周遭的商圈 或重点学区一样是学区 但是这个学区是属于大学的 就不是中小学了 像我刚刚所提的那个学区 都是以中小学为主的 那接下来 如果你跟投资有一点点成分在里面 你觉得这个房子未来 你有可能会变投资房的话 我觉得第一个重点商圈 可能它靠近市中心 可能它靠近附近很知名的shopping mall 就是购物方便的地方 因为你只要掺杂到投资 你一定就是要为租客去着想 便利性的 因为租客他一定就不会像自住房一样 他可能住很远的土地房子 他可能是会要在附近有重点商圈 或者知名大学 可能就因为这些国际生 就是会到这个学校来念书嘛 所以你要站在他们的角度想 一定要靠近商圈或者是大学区 这个你未来 如果真的要考虑再下一个因素 我觉得这个就是要考虑 然后还有一个 再下一个我觉得就要考虑的是 跟交通有关 跟基建有关 你就研究交通动线走 澳洲跟台湾我发现很大的不同是 我们台湾的房子增值 你只要跟交通基建 就是交通线有关系的 它很快就开始涨 反应了 澳洲不是澳洲都相对的慢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我不知道 我觉得跟澳洲人可能喜欢 看到县城的东西有关系 他看不到的东西他很难去想象 有可能啊 我不确定 但是我们从雪梨墨尔本 布里斯本这样来看的话 雪梨因为交通基建多 所以他的反应很快 那墨尔本其次 那昆州的话我认为 其实都一样 这三个地方都一样 你只要有去注意到 工部门的这些交通基建建设 不管他是这边有个 很大的商场要重新开 或这边有个捷运线要开通 车站要新设在这边 你都应该要去注意 这些区域 这些在未来都可以让你有一定的房地产增值 当然不会那么快就对 不会那么快 但是你可以提早去布局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 对于买家们反而是好事 因为在澳洲当地 他们对这种反应慢 他们都是真正开通的 可能前半年一年 他才会反应出来 可是我们一般华人的投资 可能从在两三年三五年前 我们就开始在注意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timing差 我觉得是可以好好利用 还有一个我发现在国外 外国人他们有些比较特殊的房子 或设计或者是他的景观 他的视觉景观有view的 他们会价值会相对会比较高 你如果房子刚好就在高速公路 或是捷运旁边 还不一定会比那个长得来的快 比如我发现一个蛮特殊的 就是比如说在国外 河景的带水景的 那超贵的 是 然后我有时候会去淡水那边看一看 越往北 哇很漂亮啊 然后一直到巴黎 怎么越来越便宜啊 很奇怪 那倒过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从 我们刚刚谈的正数房 那个第二点去看 从房中价去看 因为澳洲带水景的那些区 不可能便宜 所以你只要简单这样去搜紧 你就可以比较 可能一样 比如说一个是很好的学区 可能他不靠水 另外一个是没有好学区靠水 那你房中价你可以去判断 看你自己喜欢哪一种 你可以自己去比较 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 好我们非常感谢Jerry今天来到我们的摄影棚 跟我们分享这些东西 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帮Jerry点阅一下 不然他来我这边还要问我一大堆问题 有时候也蛮烦的 好 OK谢谢大家观赏 我们下期见 拜拜